动物们这才忙着准备过冬 这一首诗呢 作者就掌握了 秋天的时候呢 会落叶的自然景象 来作为想象力发挥的一个基础 他把秋天想象成一个人 所以呢 是运用了女人的技巧 他呢 想要给大家写信 那写信的话就要有信纸嘛 作者呢 又把叶子当作信纸 然后呢 写完了信之后 要怎么寄出去呢 他就呢 请风当邮差 那整首诗里面 最传神 最具关键性的一句就是 邮差想偷懒 这也是最有意思的一句哦 因为呢 它会影响到后面的结构 你看它是怎么发展的哦 他想说呢 这个邮差也就是风先生 他想要偷懒 所以他到了一个地方之后 怎么样 他就把信这样子全部抛出去 小朋友就可以想象咯 想象说一堆叶子怎么样 哇 有没有 洒出去的样子哦 非常的传神 那有的信呢 落在松鼠的头上 有的信呢 掉在青蛙的身旁 赶路的燕呢 也闲了一夜回家 你看 相同的巨型 是不是又接二连三的出现呢 这样子读起来 是不是很有节奏跟韵律感 最后呢 吃汤里 草丛中 到处都有秋天的信 小动物们 正在忙着准备过冬 所以你看 我们要写好诗 同样的 要具备老师刚刚讲过的 我们再复习一下哦 要有敏锐的观察力 要有丰富的知识 情感 想象力 而且要善用修辞 那经过了老师的讲解之后 希望小朋友 以后写同诗的时候 要从各方面去着手哦 希望大家都能够写出一首好的同诗 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各位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呢 又到了我们语文加油站的时间 今天呢 语文加油站 老师想跟同学们 介绍一下修文加油站的时间 修辞的技巧 还记得吗 在之前的影片当中 我们呢 已经认识了三种修辞的技巧 一种呢 是拟人法 一种呢 是夸视法 还有一种呢 是借贷法 那今天老师想跟同学们 介绍另一种修辞的技巧 就是辟喻 什么叫做辟喻法呢 辟喻法的意思就是说 用其他具体的事物 来比喻所要描写的事物 辟喻法是所有的修辞当中 最常用的一种修辞技巧了 也是小朋友一定要学会的一种修辞技巧 那辟喻呢 它是由 预体 预词 还有预医 这三方面互相配合而成 小朋友可能看到这个预体 预词 预医的时候呢 觉得好像蛮陌生的哦 那老师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所谓的预体就是 我们要比喻的主体 那所谓的预医呢 就是你想要把主体比喻成什么 那中间还有一个预词 所谓的预词就是用来连接预体跟预医 中间的一个预词 它通常呢会放在句子的中间 嗯我们来举个例子 看看会比较清楚哦 比如说 妹妹的脸蛋好像红苹果 在这里你所要比喻的主体是谁呀 就是妹妹的脸蛋 所以这个妹妹的脸蛋就是预体 那你想把妹妹的脸蛋比喻成什么 因为你看妹妹的脸蛋有时候红红的 你就会觉得说 嗯好像苹果一样 你想把它比喻成苹果 所以在这里红苹果就是预医 那句子当中用来连接妹妹的脸蛋 跟红苹果的这个词 好像就是我们所谓的预词 经过老师的解说时候呢 你是不是已经了解了呢 嗯不然老师出几个简单的题目 我们一起来练习看看 第一句光阴四见日月如梭 第二句马路如虎口 第三句门庭 若是 第四句 学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上面的这四句呢 都是小朋友呢 常常会看到的句子 那下面的两句呢 是儿歌当中 还有一般呢 我们常常听过的一些歌曲当中 有的句子 比如说 月儿像柠檬 淡淡的挂天空 第六个是 光亮的小星星 好像是我妈妈慈爱的眼睛 那我们一题一题来练习看看哦 第一句光阴四见日月如梭 这句通常我们会用在哪里呢 通常就是用来形容 时间过得很快的意思 像这个 光阴四见 光阴呢 就好像是剑一样 咻的就飞射出去了 然后呢 日月的转动呢 就好像梭子一样 很快速的在移动一样 所以你想想看 在这里光阴四见 谁是你想要比喻的主体 在这里光阴是我们想要比喻的主体 那你觉得光阴像什么一样呢 你想要把它比喻成什么 我们呢 把它比喻成像剑一样 所以这个剑呢就是育一 那在这个育体跟育一的中间 还记得吗 刚刚老师跟你们介绍了哦 连接这个育体跟育一的词 我们叫做育词 所以在这里光阴四见 光阴就是育体 四就是育词 肩就是育一 后面这一句也是一样 日月呢 是我们所要比喻的主体 所以日月是育体 说呢是我们所要比喻的东西 所以呢我们把它比喻成说 所以这个说是育一 那中间这个词 日月如说 这个如当然就是育词咯 小朋友你答对了吗 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句 老师常常会告诫小朋友 过马路的时候呢 要很小心 因为马路如虎口 是非常的危险 在这里呢 我们所要比喻的主体是马路 所以马路就是育体 那你把马路比喻成什么 把马路比喻成像老虎的大嘴一样 所以这个虎口就是育一 那你想想看 中间那个字是什么 当然就是育词咯 第三句 门庭若市 再形容呢 你的庭院呢 像市场一样的热闹 所以这个门庭应该是育体 然后你把门庭比喻成什么 比喻成像市场一样 所以这个市场呢 就是育一 中间呢 用来连接的这个弱就是 育词 那聪明的小朋友 说到门庭若市呢 你们就要想想看咯 哪一个语词呢 跟门庭若市刚好相反 门庭若市是非常热闹的意思 那哪一个语词是形容呢 人非常的少 非常的冷清 门庭若市是哪一个语词 想想看 门庭若市的相反就是 门庭若市 好 第四个